好 這個陷阱目前所有部落的男人都要學會的一個陷阱 而且女孩子絕對不能碰的一個陷阱 因為這個陷阱有經濟 然後這個小孩子要轉大人的時候 我們踏足一個叫成年禮 成年禮這個陷阱就是要幫助他過成年禮 以前是一個禮拜在山上 這一次兩天一夜 小朋友六年級要轉一年級的國中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成年禮就是這個 好 大家 各位看 我只做一次而已 好 讓你們來自己去體驗這個山都縣 這個好多嗎 這個好多喔 好了嗎 好 注意 注意看齁 注意看我怎麼拉這個繩子齁 不蓋在沖 不蓋在沖 要吃山豬了 來 注意看齁 注意看齁 這樣子拉 可以借著地方的可以踩的就盡量踩 拉的時候,注意看那個,拉的時候你的頭,你的手一定要 什麼木頭啊,這麼有韌性 這個叫豎起,頭起的起 然後它的組裝方式,跟前面抓足跡的一模一樣 只是他們的材料不一樣 你們兩個在退啊,那個一速的距離 還有繩子會甩過去 我剛才講的,抓住的方法就是跟那個,抓足跡的一樣 勾住那裡 這樣子,一樣是從這邊 這邊,然後再,這邊一個卡屬 找到了,找到了 要幾年才打到一隻山豬 山豬喔 其實我們打山豬就是完全靠我們進來的那個儀式 沒有錯 真的喔 我們去放陷阱 我們都有一個叫陸山儀式 我們叫蛤蛤 你那個蛤蛤做得好 你沒有欺騙祖林 你會先抓到 而且我們習俗有一個 你叫第五十門上水 今天五十門要全部放完 因為那是你答應祖林的 好 這個板子就是 山豬用踏的踏板 對 挖這個洞就是讓山豬踩下去 如果你,這個獵人 比較輕老的話 他會挖深一點 挖深一點,他套得比較高 然後你挖得太淺 抓到這邊,甩兩次他就 跑掉了 好 來 這個也是活絕 可是這個鎖下去 一次就鎖了 打不開 你只要鎖住了 他就一次鎖 你永遠都打不開 不然你拿片子子給他撿 所以很多類人 很多類人都不是山難過世的 都死在自己的陷阱裡面 誤採啊 因為 這個是 手小板的 真正的圈圈這麼大圈 他可以套 阿伯,過來啦 好 這個就 完畢了 我們來看 這一根木